美国宇航局40年前就在火星上发现了生命存在的证据,然后用火销毁了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两个海盗机器人被发射到了火星上,采集了土壤样本,然后烧毁了他们所找到的任何生命存在的证据。 当然那并不是实现有所准备的,当40年前,美国宇航局第一次让两个孪生航天气海盗1号和海盗2号降落到火星表面的时候,科学家们满心欢喜的开始利用这两部机器人分析火星土壤,试图发现有机分子含有碳元素,因为这能够证明这颗红色星球是适合生命反映的。 这本该是一个很成功的任务,火星坑坑洼洼的表面,不断的被小型的富含碳元素的远石撞击,因此探测到碳元素的存在被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不是这样的?在五年的研究后,这些海盗探测器并没能发现有机物的证据。 为什么呢?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探测器已经在研究结果出来的一年之前,就已经在火星上发现了有机分子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海盗探测器没有发现了? 一份在6月20日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杂志的文章,给出了一种解释。 碳元素其实一直都在火星上,但是很不幸的是海盗号把它们都烧了,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和法国的大器、媒体、空间观测实验室的研究员说, 它们加热了这些样本,试图释放出任何在样品中的挥发性的有机物。 如果真的有碳元素在那里,那么通过加热量品产生的土壤蒸汽中,是可以探测到它们的蛛丝马迹的。 那么,为什么说任务失败了呢? 根据这项新研究论人的作者的说法,应该有某种物质蕴含在土壤中,而美国宇航局未能够预料到它的存在。 一种极其易燃的燃料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把碳化合物销毁殆尽。 火和冰,在2008年,一个叫做凤凰号的火星探测器,采集了火星北极地区的土壤,它那时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盐,钢绿酸盐。 就在那个时候轰动一时,科学家知道地球上古老的微生物,是利用高氯酸盐来获得能量的。 也许他们认为这种火星上的盐,也承担起了同样的使命。 这篇论人的作者们都发现这种盐感到很兴奋。 这种盐是易燃的,因为它易燃,所以在地球上,今天主要用于制造火箭燃料和烟火。 如果高氯酸盐大量存在于火星的土壤之中的话,那么海盗号试图加热突然的做法已经让高氯酸盐暴露在了火焰之中,立马就销毁掉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有机分子。 但是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如果火星高氯酸盐确实在海盗号的加热中烧毁了任何碳基分子,那么灰烬中就会留有证据。 当碳与高氯酸盐闪烧时,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氯吻的分子。 这是一种碳,氢和氯的混合物,可以在土壤中持续数月不消失。 幸运的是,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探测器在2013年的任务中,发现了火星土壤中存在绿盾的痕迹。 为了获取更多的证据,研究者们决定把木瓜重新投向海盗号本身。 研究者写道,我们搜寻了海盗号的数据,试图寻找烟和有机物,被火燃烧过后产生的物质。 研究团队重新分析了原始的数据,这次有针对性地搜寻绿本的痕迹。 根据他们最新发表的论文,研究者们发现了他们盼望发现的东西。 团队发现了大量的绿本存在于样本之中,这些样本是海盗二号采集的。 因此得出结论,这些探测器已经在他们的机械壁上留下了有机物。 但是在没想到把他们复制一句了,论文的作者之一的美丽莎、胡泽曼、法国的大器、媒体、空间观测实验室的博士研究生。 他告诉新科学家杂志,虽然这个新证据令人信服,但它并不是火星有机物存在的确凿证据。 如果可能的话,和火星上的钢绿酸盐一起被海盗耗生毁的碳化合物,实际上可能来自于地球。 他们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污染了样本,其他的科学家已经做好了准备去相信这才是事实。 参与了这项研究的美国宇航局哥达的太空飞行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丹尼尔·格拉恩对新科学家杂志说, 这篇论文已经把火星是否存在有机物这件事盖工定论了。 确实,论文说,有机分子很有可能遍布整个火星表面,是否真的有有机生物存在于火星上呢? 又是否人类真的可以在烧鬼它们之前证实它们的存在呢?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今后的探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